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它說,將力長數為K的彈簧 這樣子本來是一條的 彈力長數也是K 分成長度1比1的AB兩段 分成一半 那每一段的話呢,它彈力長度就是2K 這個彈力長度都是2K 然後將這個質量M的物體 放在這個彈簧上面 如這個圖 並放在A做等加速度向右運動的車場 我加速度是A 不計摩擦則 我們看A選項 物體M所受的淨力為MA 方向向右 這個對,為什麼呢? 因為它交付A 所以我們曉得F等於多少 等於MA 但是F的話呢,是這兩條彈簧提供的 實際上是等於多少 實際上是等於那個 這個提供的往這邊的推力 這個推力的話就是2K 這長力長度2K 那乘以德塔X 德塔X就是壓縮量 那加上什麼呢? 加上這條彈簧拉他的力量 也是2K 那乘以多少? 乘以它伸長量 這裡壓縮量跟伸長量一樣 德塔X這樣子 所以它所受的合力就FA FA就等於這一項 也等於F 所以A這個選項是對的 這個M所受的力量只往這邊MA 這我們看看AV選項 A彈簧被壓縮 這個對啦 他被壓縮 他拉縮 這個對 V是對的 A彈簧被壓縮 再來看呢 V彈簧被壓縮 這是錯的 C的話是錯的 V彈簧是拉長的 這樣看呢 第一選項 A彈簧的形變量 A彈簧形變量跟V彈簧形變量 A彈簧是一樣的 德塔X 它說 是不是等於4K分之MA 好 那我們就把它算一下 這個加起來多少 4倍的 這是2K分之加2K分之4K分之 4K德塔X 那它的形變量 一個壓縮一個生長 德塔X等於多少 4K分之MA 所以這個D選項是對的 所以這個D選項是對的 阿上看了E選項 他說V彈簧的形變量是2K分之MA 這錯啦 AV兩條彈簧的形變量是一樣的 他壓縮德塔X的話 他就拉長德塔X 所以D對的話E就錯了 所以這一題應該選AEV跟D 對 對 對 谢谢观看